列中脑泰全铁快速货运列车双向发射仪式在成都国际铁路港举行 伴随着中脑泰全铁快速货运列车从成都国际铁路港缓缓驶出开往泰国 同样的一列满载泰国优质产品的回程半列也将及时奔往成都国际铁路港 这标志着成都至泰国全铁快速货运列车通道的双向创空 将为四川地区和泰国之间的贸易网牌 打造一条更为安全高效稳定的国际物流新风道 泰国是属于资源型的 所以它的农产品是非常希望能够到达中国 原来是通过转运到上海 然后再通过轨道运到成都 要花大概45天 现在我们三天可以到 就是对开的 中老泰全铁快速货运列车 是继蓝煤融合快线推出后的 又以优质产品 可实现五天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 同时不同于以往的分段运输模式 中老泰全铁快速货运列车 可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跨境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针对我们科夫特用的产品 我们是一次委托 一场受影 一单到底 一票结算 科夫的货物运到泰国的话 只需要一次委托到我们的公司 就可以实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